到湖南长沙探亲 咕咕咕爹带我们参观李志健美术馆 大为佩服李志健画家 怎么如此有天分 加上今年不断的努力 创作了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 更投资创建现代化的美术馆 被认真为全世界最大的艺术家个人美术馆 长沙何其有幸 整天如此恢弘的美术馆 李志健美术馆位于湖南湘江新区 新建的社区在阳湖国家势力公园 比邻湘江 主体占地面积有15.3亩 主要建筑里展出李志健半个世纪以来 所创作的作品 以人性与爱为主题 写实主义风格油画创作 17个系列 一共350余副原作 李志健与洛杉矶有很深的缘分 他1988年到美国住在洛杉矶 1991年在困境中的画家得到了西来市火光山高增 新云大师的赏识 让塞大哈县内纲的西来市闭关五百余天 潜心作画 创作了百余副油画 其中的包括南京大厨杀和新云大师新云之道的巨幅作品 这百余油画作品构成了世界寻展的主要内容 20多年来 这些作品持续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与地区展出了72次 传播中华特色的现实主义油画艺术 李志健与去私人妇人单会终于享誉国际 画家康丽又动念为这些作品找到永久展示的空间 于是在其家乡湖南长沙找到适当地点 2015年元旦破土通工 2016年10月1日正式开幕 此为旅美画家夫妇投资创建现代化工艺美术馆 2017年11月 李志健教美术馆 医务正于湖南湘江新区 自己担任终身馆长 而且规定 艺术馆永久对社会大众免费开放 楼上常设展览厅的作品 真是深深吸引人 内容分为好几大类 有台湾乡土系列 母女系列 美国流浪汉系列 边疆民族系列 每幅作品都能直及人心 令人动容 距离之间 自己在陈列馆中说 当初他去见幸运大师的时候 幸运大师就是看到他 为了怀孕中的妻子 所画的油画肖像 深深地感动大为击赏 因此支持李志健在西来市旁的三间别墅作画 很遗憾的事 很遗憾的是画家 献给深爱的故乡和人民 美术馆对面的幸运大师 书法馆 两馆之间的走廊 还有很多令人赞叹的雕像 美术馆市周 还有小桥流水花园 水池上 还有饲养了许多黑天鹅 天鹅脖子倒影水中 形成是新的图样 李志健画家 抗力 女律 创作 又庆祝全力建造这么高水平的艺术馆 为自己的画作 建立了永久的家 更为湖南长沙 增添了世界级文化地标